当一辆转消失天际 当一个人成了谜 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 就像你不知道这几世结局 大家好 我现在在武汉光谷 这个是光谷的地标 我也不知道这什么造型啊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的 光谷是武汉 就是最有科技 最现代化 最热闹的地方啊 就是这里 很多高科技企业都在这边落户了 这是个大圆盘啊 跟西安钟楼那个地方很像 汽车围着这个大圆盘在转 地下有地下通道 这里有一个步行街啊 这里很多大学生的 据说这边有100万的大学生啊 所以这个步行街呢 就是很热闹 都是年轻人在逛 这就是步行街的入口 这个入口的地方 做的还是挺漂亮的 进去转一转 在光谷入口这里啊 发现一个很大的飞机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为什么要放在这里 放这里是干什么用的 以前在重庆的磁器口那里 看到有个飞机 那个飞机是模拟飞行训练用的 走近看一下 非常大 这是真的吗 这哪个型号呀 看里面这个发动机啊 这个叶片还在里面呢 机一闪还有灯 就晚上一闪一闪的那个灯 哇 这机肚子好大呀 起落架 那边是搜集起落架的地方 现在都是打开的 里面很多管道和很多线路 这应该是一个真飞机啊 如果是假飞机的话 里面就没有那些线路了 看看这个起落架 哇 翅膀都这么长啊 哦 现在它是改成那个餐厅了 坐在飞机里面吃饭啊 国际航线美食 也可以模拟飞行 叫Lily Airways 再看看这个发动机啊 看到发动机 我就想起来 很多老人往里扔硬币了 发动机的内部 除了步行街 居然看到一个教堂啊 这个尖底是哥特式的吧 上面有一个斗牛式的雕像啊 教堂还挺漂亮的 让不让进去啊 去看看 哇塞 真漂亮啊 这上面两个大吊灯 还有彩绘啊 有壁画 两边是书架 里面放的很多书啊 是不是圣经之类的呢 金碧辉煌啊 这里面 前面有一排座位啊 做礼拜用的 现在已经不做礼拜了 改成这个商业广场了 这上面都是商店 最前面放的是宣传片 这两边都是通道啊 现在 最前面是汉堡吧 在这边看一下全景 你们结婚的时候也可以来这里啊 牧师就会牵着你们的手 问你们一个灵魂问题 你爱他吗 无论生老病死 无论贫穷疾病 你会和他相伴一生吗 现在到了一个商场 光股最多的就是商场了 步行街 卖衣服的 吃饭的 各种商店 这个商场看的还有点魔幻呢 我在这里发呆很久了 有时候我就在想 看着这个忙忙碌碌的人群啊 我就在想 他们都在忙什么呢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往往皆为力往 有时候盯着这个过往的人群看啊 就有点恍惚了 就觉得这人在一室啊 下忙或啥呢 还不如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呢 是不是跟今天武汉下雨有关系啊 有一点多愁善感了